大家好 这里是客人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过渡训练的解决方案 在上期的视频中 我介绍了过渡训练的概念 过渡训练的表现 以及造成过渡训练的原因 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进入过渡训练期 今天我将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训练和饮食解决过渡训练 我们进入主题 在训练方面 出现了过渡训练以后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停止训练 注意 这里的停止训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将所有的训练都停止 第二种是将训练量 训练频率 训练强度 任意或整体调低 具体的方法是 将每次训练的时间严格的控制在45分钟之内 这包括热身和训练主体内容 第二使用初级训练者的训练频率 也就是每周训练三次 每次采用平均法安排训练 具体的方法请观看我关于训练频率的视频 第三 每组训练强度安排为75%最大负重量 也就是每组做10次训练 最后将组间休息时间调整为2分钟以上 注意 停训的第二种方式 你其实可以每三个月安排一至两周 用以避免过度训练 一般来说停训期需要两至六周 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身体状况有所改变 脱离过度训练状态 当然停训的时间长度因人而异 也根据个人过度训练程度而定 一旦停训 你的运动表现就会下降 我们来看一下过度训练以后 停训给身体带来了什么 通过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是肌肉维度 肌纤维体积 短期肌肉耐力 最大摄氧量以及绝对力量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再看看什么可以上升 体质含量会上升 毛细血管密度 线粒体数量 有氧代谢酶会上升 刚才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上升 可不意味着你的有氧能力在抗主力训练停训期增加了 而是因为肌肉体积减少 这些物质的密度上升而已 由此可见 停训就是让原来付出的努力 付之中流了 所以千万不要走到慢性过度训练这一步 一旦落入过度训练的泥潭 不停训不行 停训以前的训练效果就会丢失 除了停训 还应该重新安排饮食 应付过度训练给身体带来的危害 第一 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取 这个时候千万别再搞什么豆类或者植物蛋白 这个时期的蛋白质需求 绝对要通过高质量的蛋白质来填补 记住 停训期使用的蛋白质并不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数量 而是提高蛋白质的质量等级来帮助身体修复 第二 增加碳水化合物的补充 过度训练状态在营养方面显示为鸡糖补充不足 每次训练后没有将消耗的鸡糖完全补充回来 也造成了身体恢复不充分而过度训练 关于这一点 请大家去看我关于鸡糖补充的视频 详细了解鸡糖的补充方法 记住 过度训练期补充碳水化合物 一定要避免高纤维素碳水化合物 这些食物会让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不充分 例如颧骨物 坚果类 豆子和种子类 以及高纤维的水果和蔬菜 同时也要避免简单碳水化合物的补充 因为在停训期 训练消耗的热量降低了 如果食用糖分高的食物 会增加脂肪堆积的几率 同时靠简单套耳化物补充糖分 合成鸡糖和干糖的效率低下 第三 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取 这是为了帮助激素的合成和分泌 因此增加奥米加3-9脂肪酸很重要 所以你要注意补充鱼类以及橄榄油 第四 增加水分补充 水分可以调整人体的酸碱度 在停训期 无论是仍保持部分训练 还是完全停止训练 水分补充都要达到每天每公斤体重40毫升 记得额外加上训练中丢失的水分 最后 增加营养密集性食物的补充 我建议使用运动营养补剂 营养密集性食物是指 在相对较小的体积和热量下 提供丰富营养素的食物 你千万别因为停训的原因 把平时食用的秧补剂给停了 尤其是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蛋白质这三类补剂 当然 除了训练和营养 休息也非常重要 以后我会专门制作关于休息的视频 通过对过渡训练的介绍 我讲再次重申我的观点 我们不能为了训练而训练 而是为了获得训练效果而训练 所以应该做到科学 在抗阻力训练系列视频中 我讲过抗阻力训练 各个训练元素应该怎样安排 也讲过内分泌系统的问题 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大家 将训练安排的更加合理 造成过渡训练的心理因素 就是训练时个人的感受 你感觉不累 你感觉不错 你感觉还可以等等 不要按照你或者他人的感受 更不要去听标记堂 或者用科技产品的人的说法 感受这个东西根本无从感受 而且大多数这种非理性的感受 都会带来错误的判断 尤其对于那些不精通训练的人 而言 因此要按照人机解剖学 生物能量学 生物力学 神经内分比学 以及运动营养学的研究 确定应该使用的方法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想要结束过渡训练状态 采用的方法就是停训 和调整饮食方案 停训可以不将所有的训练都停止 但是要大幅度调低训练量 训练频率和训练强度 停训会带来以前获得的训练效果的消失 在饮食方面增加蛋白质的品质 补充优质的复合碳水滑物 注意避免高纤维素 增加Omega39脂肪酸的摄取 增加水分的摄取 选择食用营养补剂 通过这两期的话题 要知道按照科学的方法安排训练 按照感觉就会失控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